台會四盃又叫做網球的世界盃 跟正常職業賽比較不一樣的是 這個算是一個團體賽 然後代表國家隊的比賽 所以對我們來說就是要為國家而戰 然後所有選手都會放棄自己的職業賽行程 然後一起趕回來為台灣去打兵 然後我們就是從去年羅馬尼亞贏了之後 現在晉級到現在這個資格賽 然後資格賽是總共會有24個隊伍 在這邊贏的12組跟4個外卡 義大利、澳洲、英國還有西班牙 會進入到最後的16強在9月的時候 然後假如我們再贏的話 就可以晉級到最後的8強 然後希望我們在接下來都可以 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現 然後打出好成績 我會請老大公 要拿出一籃球 來測試了單位的將來 決定定的不要比賽 明星期的專賣 我會遇到一個法國的第二單打,然後Lukas 第二場單打是吳東林會遇到他們第一單打,馬拉利諾 然後週日的比賽第一場會是一個雙打,然後我會搭配Jason 接下來單打是我會遇到他們的一單,馬拉利諾 然後最後的壓軸是東林會遇到他們的二單,Lukas 我有打過馬拉利諾就是應該是日本的第一名 他是得出的,我去四年正行的拍他 那時候拿去七十名,所以我也覺得他真強 因為他在走馬拉利諾 他其實也是一個很輕鬆的人 他的打法也是看起來很輕鬆的 我也有打過他的雙打馬拉利諾 但是我也怕單打 台灣之杯的賽制是五戰三勝 先取得三點勝利的隊伍會獲勝 那如果比賽是三比零提前結束的話 會以表演性質,然後第三盤才搶十的形式進行第四點的單打比賽 從2009年開始變成三盤兩勝 然後雙打的部分比較特別 因為雙打是打有Deuce的 跟一般的巡迴賽的模式不太一樣 然後第三盤也從搶十改成原本傳統的Tie Break Set 加油方式也是比較特別 特別允許進場敲鑼打鼓 然後大聲歡呼 大家可以非常大聲的幫忙加油 不過當選手要開始發球 或是比賽進行中時 還是要請各位安靜喔 請大家為我們加油